2400万港币买24辆劳斯莱斯 本以为可以大赚一笔 结果如梗在喉 2014年 红勇士花2000万美元定制了30辆劳斯莱斯幻影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酒店用不了这么多 所以就以2400万港币的价格甩卖24辆 接盘的人本以为捡到了宝 结果只有几辆卖到了日本 其余的劳斯莱斯因为是红色至今都没卖掉 既然红色不好卖 那就改色 怎么改 是返厂还是贴膜呢 如果说返厂 100万港币买的车 值得返厂吗 返厂改色后就一定好卖吗 如果不返厂那就贴膜 贴膜比较简单 但是档次瞬间就掉下来了 原因很简单 劳斯莱斯的轻炼本身就比较讲究 而这批车又是特别定制 轻炼足足有十层 如果贴膜 那就相当于真皮座椅套了一层假皮 或于无奈 后来也尝试了贴膜改色 不过依旧无人问津 因为车内也是红色的 说真的 这个内饰颜色一般的人欣赏不来 当初红老板喜欢不代表别人也喜欢 就算喜欢 买家也会说不喜欢 然后压低价格 能买得起的看不上 能看上的买不起 要高了没人买 要低了自己又不乐意 加上又堕车市场空间有限 所以这批车砸手里 说真的 如果要是左堕车还好点 起码可以便宜点卖给婚庆公司 可惜这批车全是又堕车 出厂六年至今都没上牌 这种红色二手又堕劳斯莱斯 放得越久越难卖 起码